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个叫水路法卫 哦 水路法卫在那里做 对对对 嗯 在那个关校室 嗯 就是 其实我觉得 我感觉不是他放不下你 不是他有事走 是你放不下他 你心里对他是不是有什么 嗯 有些遗憾啊 内疚的东西 嗯 有些内疚 你神生世世父母好多的 嗯 就是内疚去 嗯 回向给神生世世的父母 波测赛琴很快就消失了 嗯 我们怎么做也做不完美 因为我们承认自己 有时候我们尽了力尽了心 我们也做不完美 还有有时候承认自己就是有时候也尽不了心 尽不了力 甚至 你说尽心这件事 算我没有力了我尽心 但是有时候自己情绪啊 现代啊就是 我们自己自顾不下 连尽心都达不到 嗯 所以有时候也要原谅自己 不要太内疚 不要太纠结 嗯 嗯 嗯 有时候是 你看着说这个子女斜着坐着来说 你不管父母不管 其实她可能心里边很痛苦 她活着她自己自顾不下 她精力上不去了 她心力 有时候一个人要帮助其他人 她需要一个是身体的力量 就是说没有病啊 身体 生起力行 第二个呢她心力 有的人是心病 她心力少不去了 也达不到了 嗯 所以 还有是财力物力这些都 在物质上也达不到 所以有很多方面的 所以要原谅自己 嗯 父母子女都是根据各个缘分 大家聚在一起 里边也有很多 呃月月的 美式都有 美式都有 嗯 我们家很多子妹的 对 嗯 她就跟我们一起 对 对 相对跟你缘分身嘛 嗯 而且我都不在文美做的一些 我觉得内疚的事 是啊 你能够内疚说明你的善良 就是说已经可以了 你内疚 妈妈爸爸都会原谅你的 嗯 嗯 就是我现在啊 就是看014年 就是我请教 回答到 现在看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嗯 而且我自己也觉得 现在和 三四年期里 真的是觉得 还是很 自己跟自己比 还是很 觉得有进步 就是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到达什么程度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 一个指标 这样的东西 就是 你到达了 你自己会知道的 如果不知道 就没到达 哈哈哈哈哈哈 杨老师觉得我现在 主要应该从哪些方面 看看我这个状态 应该从哪些方面 再继续努力了 其实你放开了很多心里边 嗯 但是如果是说 想努力说 实证这一块呢 始终要把 六根的 这个六肉啊 就是 耶尔比舍神异 这六根 通过 通过的 不照相 或者是通过定来 去破除 因为微信的分别执着 你的六根 如果不能够 和用啊 六根 破不掉 六根 这个分别执着的话 始终不能进入圆寸 始终是在人道做得 越来越像菩萨 只是做一些事 你的承受力会增强 世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会拓大 会大度 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在乎了 但是威信的分别之处 时间空间 因为到最后佛学 它最重要是解决了生老病 轮回的问题 如果你破不掉这种威信的分别之处的话 死的时候把握性还不大 说能够有选择的去任何一道 还达不到 始终进入不了果位 所以你就不知道 就刚才的问题 你就不知道是你没有进入果位成就 就是还没敲开门 始终在人道 突破维度 就很多大家修行 还是始终是在 一而鼻舌生意 外在的界我觉着上 就是说对法的不太在意了 或者是什么写的心虚感 但是六根 这个能觉得 我觉得 我看的 见我觉的 但是能看的 能听的 能闻的 这个东西 还是个人力的 见我觉的 你还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认知 就是真的是 你说这是个白的 这在认知上你知道 假名为白色 但是在实际 政量上 你并不知道其他注射是怎么看的 并不知道突破 他真的怎么个假法 这些 就是这个能看的 能见的 这个没有突破 如果想修主的进步 修主 突破六根的局限性 通过定 通过那个 绝而不斗 通过保持绝不斗 不分别来突破 耳根的局限性 也根的 这些 就是六根 始终你坐在这 你这个六肉 我们是空性的 空性的 你有耳朵 不一定有耳肉 就是说你的 野耳鼻舌 看着是个人 但是你现在 你要心不分别 你的耳肉就不存在 有耳朵 将来有耳朵 你不代表有耳朵 有眼睛 不代表野肉 就是人道的野肉 就是说 你是空性的 是没有野耳鼻舌 你有野肉 你的野根 一定在分别 就是 你一定在分别 黑暗给光明 这些东西 然后形成了 不是就像耳根 是你一分别动静 比如说 我们卷生成耳 就是耳入已经产生了 这个耳入是没有的 你找个耳朵 不代表你能够去 你在人道 你的耳朵在人道 你可以这个耳朵 突破所有的维度 但是现在 你用人道的耳朵 就是说 你对动静 动静啊 声音的分别 耳根啊 你还寥寥分别的 还是按人道的 直接去分别 只是你说 我不在乎了 我不怕声音 我不在乎 但是你没破镜 这在意念中 概念少空了 没有这个空心 你这个六入还在那起座 还有一个就是 我有时候看一些文章 我看到 好像他那个 写文章那个人的声音 会在我耳边 写文章的声音 有他在说吗 心声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就看看 这个声音 会出现 这个也不奇怪 休息人 我也不去看什么文章 我是看华尔街日报 他那个声音会出现 出现什么声音 是这个作者说话的声音 对对对 他写什么 他就 有什么声音 他就 好像去读了个文章 是读了个文章 因为我们在写东西的时候 每个人是有心声的 因为你头脑在想 心里跟心想是一样的 那个直播是他没说出来 只是做感应而已 就说有些人 比如看一个文章 他会出现图像 有些人 比如说 他说 比如有个人 看了三清水秀 他眼前 马上就会出现 一座青山绿水 出现图片 有些人会出现 有人读三清水秀 这个声音 因为每个人的 就是 可以说 每个人 敏感的那个点不一样 你是对声音比较敏感 有的人对色彩比较敏感 有的人对什么也不敏感 对客人 所以没什么一样 一般比较敬的人 就是 比较 就像休息休的 比较清静的人 敏感度越来越 感应就越来越明显了 那你这时候 还不顺利很清静的敏感 有的人就是 这个第六感 什么特别提 有的人是 你休息 谁都休息 心一清静了 就像水清静了 那个影子就照得 就是水边的影子照得清晰 对外物的就是感应就明显 你现在修什么法 还是看着开始 我如果是这样就是每天就是持诵 想起来的时候就持诵南无阿弥陀佛 对 持佛号也可以 安静地持佛号 对 全身心地持佛号 也专注的 可以 因为我看到杨老师有一个视频说 有一次你在一个车站 就持诺吗 你给云红阿弥陀佛号 都是音流 我老想 我怎么总也感觉不到那个音流呢 那还是就专注力不够 专注力够已经能达到那个 那还不是什么原生的东西 专注力够 因为我们专注力不够是 你平时 平时思考 就是头脑太多的关注着 这个世界的很多事 头脑里边挂来着很多事 你就专注力很难 就不亲近 而且你持诅的时候 就是专注上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个 然后23个小时 就是那个力量达不到 就是说有专注的时候 但专注没练出专注力来 你也专注 但专注到十分钟 你又闪了 专注到十分钟 你又闪失了 就没有持续连绵不绝的 这个专注力 如果你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专注力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可能你就是阴流的境界 那持佛号可以吧 可以 修定也 其实持个佛号 念个咒语 修定也行 修无分别也行 修不念念 什么也能行 这个佛号有不同的修法 修专注力也可以 就是一个佛号 带齐杂念 一念带万念也可以 但是你要很长时间 全身性地专注在那个佛号里 但是念一生佛号的 很枯燥的是 我们可能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可以全身性地安住在这个佛号 但是很难三个小时 全在佛号里 我有一次试过 我甚至觉得两分钟 佛号号杀都不容易 没什么 两分钟都不容易 两分钟以后就打妄想 然后我们要也拉回来 就反复拉回来 反复拉回来 这个是就是 如果你活成一个很小的个体 头脑里面又有很多事的话 就是 你想你念一句话 能把心意设回来 还是比较困难 所以要不断地看经 而且看一些 佛的开始的空性 比如说 如果你无处不在 你坐在这儿 你观想你是无处不在的 你的心能够打开 就是 因为你会 如果你随着你修正 你会破了很多 像心里边不牵挂很多东西 就没有很执着地 对这世界的牵挂了 然后你在想 你是无处不在的 你就打破了 你是一个六根的局限性 最起码你在概念上 你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这是佛号 无处不生 因为你念佛号 既然你无处不在 佛号不是无处不在吗 是吧 就哪儿都在念佛号 是吧 你就如果你有这样的观想 或者境界的话 可能你会更安住一点 如果你局限在你 这个只是一个声音 就是从你嘴巴念出来 就是一个个体 所以越局限性越小 越专注力越难 越难念 所以如果你对空性 空性了悟得越来越痛的话 就是说你一往这做 包括你这个六根 包括这个六层都是虚妄的 已经扔到一边去 你啥也不是 然后呢 在这儿 在这儿 你不知道你是什么 也不是虚空 也不是有个人 也不是任何东西 你不给自己下地 这种修炼时间久了 你起念念空性 都是无处不在的做 一切都外国都在跟着你一起在念 你能体验到这种境界 你可以专注很久 连你打算 不停 我们下班 我们下班 你们下班 我们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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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班